來看看是這個高鐵公司 現在面臨破散的危機 今天會在高通部長葉框石 和高鐵的當事長范志強 很歡迎報告之後這個高鐵 引財務和改管方案 不過有理會議員說 不可以靠到這些很簡單的資料 就慶祭通過這個法案 經過條約協商 決定說在後禮拜要基盤講聽話 再來做什麼 高鐵通車到現在 營酒館本的有機有差 累積的開孫時高台470億 將會破散 在五月再起立法庭調佈委員會 高通部長葉框石和高鐵公司 當事長范志強 包括高鐵的財務和改管方案 嚴肅有理會議員 這些方案上是讓高鐵公司紅包 不可入住一般的民眾 才能隨便過關 我們不在意五大股東的態度 我在意的是工股放工股 他們對於這樣的一個簡直 他們贊成 如果我們不用這樣做 到時候破產以後販工股的特別股 還有販工股投資 為了血本回應 事實上我們政府的損失會更大 國立公司是幾月 要當年賺好來社會特別股 要先減股 還在情股 並且遠等第四季年 自35年 遠等到75年 不過立委是結議說 設備上這些資源的結局 和貸款資金不合理 將會到75年的期間一到 政府收大是一堆派黨股下 你用75年來貪 所以你的責救費用可以減少多少 所以我們的責救 並不會從235億 直接除二變成100多 不會這樣子 因為後面還要投5000多億去繼續更新 對 你從5千多億 那你增加了這些責救呢 你用延長連線 來粉飾你的財務報表 如果立委認為說 國土所提出的改善方案 應該要有國家就算的準備 所以經過調查協商 法定是要求交通無法相關的部會 在後禮拜先開公廳會後 結果來進行審査 記者綜合報讀